我年轻的时候认识过一个男生 每次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带我来这里飙车 他跟我说在这里飙车 很像在玩电动玩具 像冲过了隧道就算是冲过了这一关 所以每次他都会骑得很快很快 可是如果害怕了 松手了 就什么都完了 你在哪里是哪 你在哪 你哪里是那么巧 对了我不晓得为什么 他突然离开了 可是如果有一天 他又突然出现了 那我一定会很高兴 准备向日本出发吧 我们两年的婚姻生活 真的结束 你老公昨天打他给我 问你是不是在我这里 不是 这也是我命中注定的 一个感情节 为什么每次你都让我说 我想你才要过来啊 不是爱上你 不是爱上你 你放开了 那就恰恰 就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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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妈妈 常常在那些 你也知道不要当 我妈妈的地方 是说爱 说爱你我身旁 也就是不同的 你找我 这就是有什么问题 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